李哲,敬礼 李哲,敬礼 我是林伯王 我今天要来介绍这一系列的其中三本书 这一系列是混血迷英雄 然后第一集迷路英雄里面主角有三个 就是杰森还有派货跟李哟 然后杰森是跟杰森 你为什么想选这个当作你书架的 是因为他书架很便宜吗 不是,就是因为这本书有那个科幻 比较偏科幻类型 都比较喜欢这一系列 而且他也是波西杰乐神的续作 虽然波西杰乐神只有看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被他剧情吸引 所以我决定先把他续作来看看 然后以后再看看能不能买那种 波西杰乐神的那全套小说 这一集是迷路英雄里面 内容主要是在讲说 那个一开始那个主角他们是在一手荒野出销 然后然后之后因为最主要的男主角杰森 他失去记忆 所以后来的所以他就不记得所有的一切 然后于是他就被 因为他一开始故事情节 设定是在设定是有在那个学校里面有一个羊男 然后在照在那个看顾他们 避免他们被刮骨攻击 然后后来就因为 然后之后他就 主角三个就进到了混血鱼里面 然后 然后里面 你多久时间看这本? 我这个差不多一个半礼拜吧 然后里面 这个半礼拜有几天?十天是吗? 差不多十几天 好可以讲第二本 好 然后因为这本里面是因为 那个天后西亚被关起来 然后他们为了要阻止那个巨人崛起 然后也为了要救出西亚 然后踏上武器 然后这个宫殿 他这个 他是不是电影展出改变电影? 不是 这个这个还没有还没有拍成电影 是博西链接 你今天波西链很像波西链跟这第二集? 没有 这个是 这个是虚作 他是虚作 波西链接 素材猫 五本 神火之贼 妖魔之海 很多 然后 呃 现在时间不够啊 然后这个没有办法 讲到 所以 你总共看了三本是吗? 有把这三本? 没有 其实这一系列我都看得差不多 看得差不多了 所以你看完了吗? 嗯 是臭屁的讲还是真的? 真的 是真的 那你这三本你推荐底下 三本的叫做 酷雪英雄吗? 不是 他是 他系列的名字叫酷雪英雄 然后 他还有那个 这个 这一本是迷路英雄 然后 第二本是海神之子 然后还有智慧印记 所以你总共看完了是吗? 对 那你觉得在你看书 阅读这一个功课 在你请教作业里面 是属于轻松的 还是享受 还是痛苦的 还是你觉得 科幼科武的 你觉得这个功课代表你 代表你 代表你意想 我觉得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 因为我刚刚讲过就是 有蛮多的科幻在里面 我就是 就是很喜欢 对 阅读对你来讲 代表什么 我觉得阅读就是 就是算一种想象嘛 你可以想像你在 就是享受 对 然后可以享受你当在 那个里面的 其中之一的助教 好 然后我今天 没办法介绍这张课 然后全部介绍了 所以我就先介绍到这样 然后有兴趣的话 好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梅彩佑 这是我使家做的 照片 还叫意大利面 还要热口两分 意大利面 看自己 然后 汉堡浓汉的味道 半包 口味比较重 可以 放一包 然后香菇可加 也可不加 要签订加入 牛奶要150cc 水要50cc 然后需要的物品 有三波支两分 一个要有开骨 一个不用开骨 还要大碗一个 面就是 放进锅子里 加水 然后开火 煮10分钟 然后可以把面 留到墙上 如果有黏住的话 就代表10 没有黏住 就很黏住 然后常理就是 把热口 一个热口 切一半 然后把还没煮的 一袋面 插进去 然后煮一煮 就很像 然后白浆就是 把脚尾包放进去 然后先将 先放一半的煮进去 然后再倒入牛奶全部 然后那个 一直脚尿混的时候 就会把 我问一个问题 谁告诉你可以做这个 还是什么原因 促使你想做这道料 嗯 嗯 我觉得我大概知道 上 上 不是 谁告诉你可以做这道料 嗯 是因为学习莫怎么样 学习莫主的那个 一大利面啊 嗯 所以你就迷失摘一大利面 嗯 所以就选择这个 嗯 这可以给大家看你的 讲话里面不是很好 最好 好 好继续 好 好 然后全部融入后 再放那个生海一半的煮 然后 看来皮底锅里面 放一点点 再 放进切 就是可以想多放锅里面 震窃 然后再 倒入 刚好 一半可以 十秒 然后 czy 准备结尾 预计至七十五元 或 准备牛 泡葱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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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 好 我的痛快 好 大家好 我是金佩 我今天想要去 一個暑假去玩的地方 請去山竹的一個農場 哪裡 新竹紅塞的一個休閒農場 社勁車站不是在鳥羽 我們在什麼地方 因為我們是先去休閒農場 娃娃才去 然後 那個農場 在休閒農場 他以前也有開課 因為他從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搬到 搬到那個現在的地址 所以現在是 重新開放 所以那一個禮拜都不用請 然後 我們是 我們差不多 八點多 八點多的時候出發的 大概就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都就到了 然後 然後 那個 休閒農場裡面 有可以養睡 然後 然後有 也有 可以玩沙 然後還有一些可以玩的 還有一些動物 然後也可以錄影 然後 那個時候 我們去的時候 因為剛開放了 但是已經有很多人在那裡等 那個時候 那個游泳池還沒出一號 還沒要開始放 放水 所以就 我們就先去玩沙 這個是他的那個沙 我覺得我常常講一下話 佩宇呢 他基本上是一個 私底下的背後功夫做很多的孩子 老師可以感受得到 可是從很久以前 我就不斷的告訴你 在表達這些事情 其實你欠缺了很多東西 因為 我 那些東西覺得 不是只有複製貼上為由 一定是你自己花了一些工夫 經歷這些領程 然後呢 自己加他資料調整 去做圖片的一個遺傳 那老師覺得你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還有 應該不能講可惜 應該是講說你還有一點進步的空間 就是你其實思緒可能有100條 可是你會亂抓 一下子抓第4條 一下子抓第6條 一下子抓第1條 就是會讓聽者會覺得說 不曉得你在講什麼 這是一個你最大需要改進的地方 因為人家看不到我光彩的地方在哪裡 我看不到優點的地方在哪裡 我只看到就是 不知道在講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非常可惜的 那你要很慶幸一下 因為年紀很小 那有的小朋友 你會覺得說 就世界上其實是很不公平 你的任人 他天生口調非常好 他不會有畏居舞台 那你其實是容易畏居舞台 這樣你音量又比較小 眼睛看不了對方 所以可能也許在表達上面 一定要夠勇敢 在清楚具體表達的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夠勇敢 要不然我覺得你差了一點點 我可以感覺 我知道你一定有做入了解你 可是今天如果說 我把你推出去去面對一個事情的時候 評判或者是跟你合作的人 完全不曉得你的個性 他會第一個都先否決掉 因為他不曉得你在講什麼 我們總不能夠因為你 我知道也許你有做 我給你同情分數 人生沒有這樣走 他人生就是在於說 你呈現出來的成果就是什麼樣 STOP STOP OK了 是怎樣的 下一個 謝謝大家 拍手 大家好 我叫趙宥哲文 今天要介紹的是我暑假做的兩道菜 第一道菜是綜合蘿蔔湯 這是我們家最常喝的一個湯 食材要有白蘿蔔一條 胡蘿蔔一條 玉米一枝 香菇兩朵葉 鹽半匙 排骨十元 香菜十元 先把胡蘿蔔與白蘿蔔切塊 玉米切塊 香菇泡軟把它切一些 水半鍋 排骨把它洗一洗 水滾的時候 把切好的玉米 胡蘿蔔 白蘿蔔 香菇放下去 排骨葉一起放下去 到小火煮十五分鐘 打開蓋子 放入半匙的鹽 香菜切一些 放下去再煮五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 第二道菜是炒胡蘿蔔 因為 炒什麼 胡蘿蔔 什麼是胡蘿蔔 就是 就是有點像冬瓜的東西 但吃起來不是冬瓜 就像這樣 因為我們家裡都叫胡蘿蔔 所以就不知道 我也要怎麼講 其實我知道胡蘿蔔 但是我也不知道 有什麼人講 那個魚是絲瓜 那些人會有心中 然後我們先把胡蘿蔔 胡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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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蔔 我們先把胡蘿蔔 胡蘿蔔 胡蘿蔔 洗乾淨切一些小塊 然後沖沖一切 鍋子加熱 不然若蔔 放下去不會很快要去炒一炒 倒拌完水 把蓋子蓋起來煮五分鐘就可以吃了 其實 其實 老實說這道菜我只有做兩次 因為第一次做的時候就是 會分型就很想玩 就想說反正他那個要煮一久 結果煮到爛掉了 這個是 第二次煮的時候 媽媽就是在旁邊一直盯著我看 所以就不敢再煮 這道菜也一樣 也是媽媽在旁邊叫我一直放 結尾 結尾 這些都是我跟我媽媽一起做的 可是媽媽都沒有幫我 謝謝大家 可是媽媽都沒有幫我 意思就是說 媽媽是一定要幫你 你們在自己煮東西的時候 老師都沒有幫你 可是老師都沒有幫我 話語要稍微修飾一下 好下一個 大家好我是黃香龍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我在七月底 最後一個禮拜出去玩的一個紀錄 這個旅行 他是走移花東路線的 然後我們家裡在計畫這個旅行 大概從期末考之前就開始計畫了 所以也是算是計畫的滿久的 然後因為第一站是要再從宜蘭開始 如果一口氣從台中開到宜蘭 可能會開太久 就是爸爸會累這樣 所以我們就先從台中坐車去桃園找爸爸 然後去他那邊的觀測先注意 然後去一天先休息一下的時候 我們才出 我們隔天才出發到宜蘭 那由於我們這趟旅程完了 大概快要一個禮拜 可能三分鐘 沒辦法把宜蘭講完 所以我就跟大家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的行程這樣 我們第一天就是先去宜蘭 然後第一天我覺得蠻好玩的一個點 就是我們有先去宜蘭的傳遺中心 那邊就是建造產圖玩怕旁邊的東西 然後宜蘭完之後 我們在那一個地方我們只會待一天 所以就是宜蘭一天花蓮一天 然後台東一天這樣玩下來 那我們在台東那天玩完之後 我們準備要北上回高雄 就是在高雄那邊再待一天 前面高雄前站哪裡 台東 台東北上是要到高雄 就是台東走南回 然後經過屏東那邊再到高雄 那你要講清楚 北上是要往花蓮 花家講清楚 然後在我們要到台東的時候 我們家弟弟他就很可愛 他就講說 我們這趟旅程怎麼都沒有去海邊玩 然後媽媽就 媽媽和我 然後還有爸爸就開始理想天開 然後就大家就開始討論的時候 要不要順道去墾丁 去南灣那邊玩一下 就在經過討論之後 我們家就很瘋狂的 就下去墾丁也不管時間 就是分配了十秒 然後 在這趟旅程 我們也有 就是弟弟他 因為還不正都是誰講的很多 像話我都有寫在這本書裡面 然後這趟旅程我們也要 謝謝爸爸媽媽帶我出去玩 然後爸爸已經開了很多車子 那我等一下 在同年裡面也有一個很棒的回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